Hello 大家好 最近实在有太多客人问我关于英国水浸的问题 所以这个YouTube我就会讲解多些英国水浸的资料 还有很多客人经常问我 在那里买楼怕不怕的 有没有水浸的 所以这个YouTube我也会讲解一下 究竟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多些资讯 关于英国水浸的风险程度 其实英国也有不同种类的浸浸 比如说flash flooding 就是类似山泥傾射 这个在英国就少一些 香港就常见一些 多一些山边 平地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另外就是一些很高涨的 比如说沿岸沿海的地方 可能会有coastal flooding 另外有些地方 比如说它可能很近河流 也会有river flooding的危机 另外就有地下水的 flooding 或者会有一些渠道 它可能capacity不够 导致有 flooding也不奇怪 另外在一张slide没有show到 就叫做surface water flooding 都是在英国十分常见 一会儿我也会介绍一下 其中沿海洪水 这个就较为容易理解 始终是近着一些海边的地方 如果当有一些突然下很大雨 很大的风暴 或者一些潮高的时候 这些区别加起来 其实也有机会 就是说海的水平增加 令到附近的地区就会有flooding 这个十分之容易理解 另外一种flooding 十分之常见的 在英国就是在英国都会遇到的 flooding就叫做ground water flooding 就是一些地下水平增加 你知道地下一直有一个水位 英文就叫做water table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一类的flooding呢 比如说假设这里有个大斜坡 然后那个ground water level 就不停地上升 一些较低的位置 就会容易有这个ground water flooding影响 因为当那个地下水的level 不停升高的时候 较低的位置 就会有一些水滲了出来 因为始终地下水升高到一个位置 它就会很自然地有些水 就会滲出了地面 因为它的level不够高 就会滲出了 导致一些较低的地方会有水浸 这些房子就一定要做足防洪的设施 有时候他们要做一些防水膜 就令到房子就不怕 即使它有这样的水 flooding 就防止了水会进入到房子 保护回房子 希望可以防水 究竟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关于水浸的风险资料呢? 其实坊间有很多免费的网络,他们会有一些风险资料 不过就小心点,有些是准确的,有些是不一样的 不太精准,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就小心点 另外也有一些环保的机构,他们会显示一些过去曾经有水浸的记录 这也是不错的参考,你看到过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就有一些是商业的Flood Search 这些就类似是我们买卖楼宇,律师很多时候就会帮你去做Search 他们就会通过这些公司买一些Search Report 我也有见过不同律师,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买 有时候有些是简单点,有些就会详细一点 视乎他们的律师是用哪间公司,或者他们付的钱去买 另外亦都可以花多些钱去做一些个人的评论 譬如说一些计划者,他们可能拿块地要建屋 有时候政府其实都规限了,他们是要做一些这样的Flood Risk Assessment 这个会其一,或者有些屋主真的很喜欢那间屋 或者是一个十分之高危的Flood Risk Assessment 有时候可能一些计划者出了一些Search 说很高危的,如果他们真的很喜欢那间屋 或者是想做一些设施去保护 有时候他们都会找一些专家特定去在这个位置 看看做一个水浸的风险也不奇怪 好了,现在就找了一张河水的水浸风险图 这张图就是在一个website叫做Wiffer Levels UK 找出来,是一些免费的网站 这张图主要针对的就是河水水浸的风险 而它所显示,譬如说这些浅蓝色的地方 就是它会显示给你看 因为河水影响而有机会水浸的地方 它的范围有多少 而它发生的机会率呢 就是说1 in 100 years 其实就等于是每一年 任何一年都是说1% chance 假设如果它第一百年发生了这个河水水浸 那接下来的99年就不会再发生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它的范围每一年都是一样 就是1%的 所以当大家去留意 看一些flood risk的图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了究竟是什么类型的flooding 以及看清楚究竟它所谓 说会发生的机会率究竟有多高呢 至于今年1月20日 有一个都很大的storm在英国发生 叫做Storm Christop 令到Warrington某些地区有水浸的情况 我很记得发生了这个Storm之后 有很多客人或者很多朋友 就inbox我 就说水浸啊 Warrington 是不是不要再在这里买房子了 所以我就激发起我做这个YouTube 给大家了解多些英国水浸的情况 其实呢 在Warrington 来说 那一个Storm 最受水浸影响的地区 就叫做Biltsy 就是现在看到 我拍片了出来这个area 另外呢 也都很影响 比如说拿了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是一些运输公司 就是叫做Eddie Storbert的公司 那好了 下一张图呢 大家就会看到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运输公司的位置 而Biltsy的位置呢 就是这些橙橙地 或者我在这张图没有拍到的地区 所以就其实不是整个Warrington都是水浸的 最重要就是大家留意 其实找回有关的资料 其实是看回哪一道有水浸 就不需要说真的太害怕的 那另外呢 有一个website叫做Environment Agency website 那它也有个好处的 你就是说它有得给你选 你可以选择某个地区 那譬如你填了下去 按search 那它就会warn你究竟说 未来会不会有些严重的水浸 或者有些alert 那譬如说如果你 听相机知道 就快有一个storm来着 那你填下去 它就会告诉你 它们究竟会不会预计到 expect到有些什么严重的水浸 哪些位置 那它都会alert去提醒大家 那大家有时都可以 用在website看下 那另外呢 这张图呢 其实我就是一个 英国的政府网站 download出来的 那当然就是免费 那所以都介绍给大家看 那另外呢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那个legend呢 其实它就将flooding的风险 分开三个zones 那譬如有flood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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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in any year 那就 其实都机会十分之低 那所以即使说 有人想在一些 鬆温的地方 起屋 或者development 只要它的development 不多过一个工艇 其实它们就不需要 要特别做一些flood risk assessment 那至于flood zone 2的意思 就是属于一些medium probability 那说的都是0.1%至1% chance 这个就是河流水的flooding 那或者是0.1%至0.5%的机会的flooding 是因为那个Sea Level的改变的 那而zone 2来说 基本上任何他们有一些planning application 他们都要做这个flooding的风险评估 那样 好了,说到flood zone 3 那它也有分3A和3B两个的 那至于3A呢 它都是属于工艺的 那它就大概是1% 或者是多过1% chance 是flooding是从河流水 或者是0.5% chance 或是多过0.5% chance 是flooding是由Sea Level引起的 那这个就是3A的definition 那当然啦 那么高危 它们一定是要做flood risk assessment的 如果你想在那里起的 那另外呢 一个就叫做functional的flood plane 就是3B它们叫做 那它们叫做 那这个 chance就十分之高 就是5% chance of flooding 那你现在看到呢 就是很多时候 下完大雨 那样时 我开车经过一些地方 我会看到就是有些地区 就会这样长期浸住 也会有一段时间这样浸住 那它们这些呢 就叫做flood plane 那如果呢 那它们真的说 要想建一些东西 它们一定要做足很多一些措施 即可能是储存一些flooding water 它们一定要有 就是做一些策略式的排红的风险评估 或者一些策略 那样 好了 回回看我们刚才说的flood map图 那我已经解释了flood zone1,2,3 即深蓝色就是flood zone3 zone2就是淺色2 那没有颜色这个transparent就是zone1 那又了解了它们不同的风险 那另外呢 英国呢 它也都会建一些flood defense的 即如果整天有一个容易水浸风险 刚才说的深蓝色 那它会有这个橙色的ledger 这个就代表它会建一些防洪的设施 那我一show一张图 大家就会看到了 譬如说可能它起高一点的位场 那就防止有这个水浸的危机 那样 那这张图呢 亦都是同一个政府网站 大家会看到很多人就问我 Warrington跟着Grace Ankey Pankus Linley Green 这个情况又如何呢 那这一个呢 就是政府它刚才我所说的zone1zone2zone3的图 那就给大家参考的 那刚才我都说过了 就是说买买楼宇的时候 律师就会帮你去买一些flood search 那些flood search 他就会告诉你 你现在买那个物业 究竟是会有没有水浸的风险 如果有它会是哪一类型 还有他都会告诉你 是one in多少年 就是说多少的机会 多少风险 那我现在手头呢 就有一个example 不过这个example 一般律师就不会做到那么细节的 因为这本会报 是说的都整七十多页 那如果真的要向这些公司买呢 这个说的正是一个search 都三百多磅 那如果譬如说律师 他们帮你做search 我看到都是说的二百多磅 但是已经是包了其他 什么environmental search 还有flood search 所以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十分之细节的flood search 那你现在看到呢 这个search 它是根本搜集了很多不同公司 那么多年来 他们搜集的data 那你看一下 有很多不同公司 有短短一些example 那然后呢 他会出一些map 给你看 刚才说的ground water flood map 那他的show到给你看 那另外呢 他都会show 譬如说 one in hundred year return flood map 给你看 那然后他有时候有些model 是告诉你 是说有多深 即不同 譬如说river flood 或者coastal flood 的depth有多深 那另外呢 看看先 是的 那另外呢 他这个呢 也都会show 一些 那刚才所说的surface water 他这个就夸张到 告诉你 他的速度有多快 和他的方向 那样 那但当然 如果你根本 普通很简单的search 你都identify不到 有些什么 那么严重 那当然是不需要做到 那么深入 不过我纯粹给大家看 哦其实原来 一个flood search 他可以做到很仔细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example 那刚才呢 你讲过一些flood risk assessment 你可以找一些公司 专门去帮你做的 那他会有很多product 譬如说flood map 刚才我讲过 他会有些flood zones defences show到给你看一些storage area 或者是一些很 basic的flood risk assessment map 或者有些更加 detail的 show到一些 刚才所讲的一些很特别的位置 一些flood level 或者flood flows 有些更夸张一点的 他会有一个flood modeling 和hydrology report 我认为那些是实际上的 有一个 event 有一个model 去给你看到 它的变化 那有些真的 直接寄出 data 你可以看到 那这些说到越来越复杂了 那对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Fed risk的风险 可以去到十分之 细节 和複杂的 那好了 今次呢 我就说到这么多 那首先 真是 多谢大家 这么有耐性 去看我一个youtube 那 还有麻烦你们 记得记得 如果觉得我这个youtube 是可以帮到大家了解 更加多的资料呢 都 记住 要like我的video 那还有当然呢 如果还没subscribe过朋友 就麻烦你们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按下个钟仔 那每次 我一有新youtube 你们就可以看到的了 那至于呢 想找我帮忙去买屋也好 租屋也好 或者找学校的朋友 都可以直接联络我 那这个是我的email address info-sacuru.co.uk 另外呢 我还有我Facebook page 英国生活的点滴 都可以随时inbox我 那还有miri 亦都可以whatsapp我 或者用signal telegram 或者instagram 都可以的 另外呢 我都有一个website www.securu.co.uk 那好了 今次讲到这么多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weekend 那下次就再谈啦 拜拜